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观念不正确的人 学习什么都不对 学佛要有基础 不管是学什么 什么是基础 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比如 你觉得基础是要把佛法概论读完 学禅的要不要基础 要什么基础 学佛的基础是什么 你真正的真诚心才是基础 其他都是骗人的 心不真诚 学什么都一样 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够真诚 所以才拖拖拉拉 学这么久 你本来不需要学这么久的 因为是本来 而非学来 学来 当然就要学好几年 好几辈子 甚至好几节 比如 你本来就很帅 你就不需要到韩国去 比如 你本来就很可爱 所以不需要故意装兜兜装 你只要体悟到本来 你就会看到自己多此一举 一直去求 去问 去学 去修 一直不能够明白本来 一直不能够肯定 让自己好像是流浪汉 让自己好像是孤儿 乞丐 让自己流浪生死 到处装可怜 却不误本 学佛 你要确定一个概念 不管经典看与不看 经都没有过失 过失在于人的心 禅师会告诉别人证件 但是他轻描淡写 比如 你本来就有自家珍宝 这就是证件 禅师说 自心是佛 不用向外求 这就是证件 他不是按照教科书教你的 一般人都是用教科书 都是背出来的 不怕你读书多少 只怕你没有证件 有的人书读很多 证件都混淆在一起 从一个概念 跳到另一个概念 而不知道 那是什么层次的概念 所以 我才劝很多人 不管你是久学还是初学 是早 到还是晚到 只要你愿意到 那就是恰到 即刚刚好 并非听久了 就听得懂 而刚来的就听不懂 因为早来晚来都有心 谁先领悟他的心 没有人知道 这要问你自己 问你是自己是否愿意识本心 每次我上课 快教完一本经 就有同学问 或 我在思考 我要继续上下去吗 如果你只是想要单纯听我解释 那我一直讲下去就好了 但是 我的重点并不在于此 而是摆在当下的因缘 当下跟你们互动 当下希望有人从此拨云见日 这种教学 跟现在的法师不太一样 跟古时候的禅师也不一样 你要把所学习的证件弄懂 百分之百应用于生活 直到出神入化 再把那个证件丢掉 你先百分之百懂得 至于如何出神入化 你要下去体悟 一直深入 不要往旁边跑 旁边有什么诱人的景色都莫管 也不要管别人讲什么反对的话 那是他家的事 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 只要找到回家的路就好 到最后把证件丢掉 才能够一尘不染 世间没有事 只有我心中有事 你一直深入 直到你确定 不再怀疑时 你自然就止息了 有什么好求好争的 你问 师父 你领悟到什么 哪有什么 无所得 《金刚经》曰 不注色生心 不注色生香 为处罚生心 应无所助而生起心 跟皆处臣 一染就变成实心 跟皆处臣 不染不住 就转时成智 就是般若 比如 你看起来很老 这是我在诽谤你 你看起来很有智慧 这是我在赞美你 那么我是在诽谤你 还是赞美你 你说师父 你长得好庄严 谢谢 你又说师父 你好自私啊 对不起 我刚才听到的 既不是赞美 也不是诽谤 声音只不过是声音 你不要对声音 产生各种解读 否则 你就不好过 文后思维 你的心够真诚吗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组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